勾剑灭吾 国语 岳王勾剑齐于会计之上,乃号令于三军曰,凡我父兄昆帝其国子姓,有能助寡人谋而退伍者,无语之共之越国之正。 大夫种进对约,陈文志,古人下则兹疲,东则兹痴,汉则兹咒,睡则兹车,以待法也。 福虽无四方之诱,然谋臣于爪牙之势,不可不养而择也。 譬如梭吏,时雨济至,必求之。 金君王,既欺于会计之上,然后乃求谋臣,无奈后乎。 勾剑曰,勾得闻子大夫之言,和后之有。 执其手,而欲之谋。 遂使之行成于武。 曰 寡君勾剑,乏无所使,使其下尘种,不敢彻生闻于天王,思于下执事曰。 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,愿以金玉子女,陆君之辱。 请勾剑女,女于王,大夫女,女于大夫,侍女,女于士。 岳国之宝器,岳国之宝器必从。 寡君率岳国之众,以从君之师徒,为君左右之。 若以岳国之宝,若以岳国之宝,若以岳国之罪,为不可设也,将坟宗庙,寄其奴,臣金玉于江,有代价五千人将已致死。 乃必有偶,乃必有偶,乃必有偶,是以代价万人弑君也。 无乃及伤君王之所爱乎。 与其杀世人也,宁其得此国也,其熟利乎。 夫差将语听,语之成,子须鉴曰,不可,服吾之与月也,愁愁敌战之国也。 三将还之,民无所依,有吾则无月,有月则无吾,讲不可改于事矣。 云文之,路人居路,水人居水。 服上党之国,我功而胜之,无不能居其地,不能乘其车。 服越国,无功而胜之,无能居其地,无能乘其舟。 此其利也,不可施也已,君必灭之。 施此利也,虽毁之,必无极矣。 岳人是美女八人,那只太载匹,曰, 此苟赦岳国之罪,又由美于此者将尽之。 太载匹鉴曰, 匹闻古之法国者,服之而已。 今以服矣,又何求焰? 夫差与之成,而去之。 勾鉴睡于国人曰, 寡人不知其利之不足也, 而又与大国之仇, 以曝露百姓之谷于中原。 此则寡人之罪也,寡人请更。 于是,葬死者,问伤者,养生者, 调有忧,贺有喜, 送王者迎来者, 去民之所悟,不民之不足。 然后卑氏夫差, 患氏三百人于无, 其身亲为夫差前马。 勾鉴之地,南至于勾吾, 北至于育儿, 东至于银,西至于孤灭, 广运百里。 乃至其父母昆帝而逝之, 曰, 寡人闻古之贤君, 四方之民归之, 若水之归下也。 今寡人不能, 将帅二三子夫妇已凡。 令壮者无娶老妇, 令老者无娶壮妻。 女子时期不嫁, 其父母有罪。 丈夫二十不娶, 其父母有罪。 将免者已告, 供另一守之。 生丈夫二虎九一犬, 生女子二虎九一臀, 生三人公羽之母, 生二子公羽之戏。 当事者死三年逝其正, 知子死三月逝其正, 必哭泣脏埋之如其子, 令姑子寡妇急衬贫病者, 纳患其子。 其答事, 结其居, 美其福, 饱其食, 而磨利之余意。 四方之事来者, 必妙礼之。 勾见载道与之, 于周已行。 果之如此之有者, 无不补也, 无不错也, 必问其名。 非其身之所重则不实, 非其夫人之所知则不义, 十年不收于国, 民具有三年之时。 国之父兄请约, 西者夫差赤无君于诸侯之国, 尽越国亦结矣, 请报之。 勾见此约, 西者之战也, 非二三子之罪也, 寡人之罪也, 如寡人者安宇之耻, 请姑无庸战。 父兄又请约, 岳四封之内, 亲无君也, 由父母也, 子而私报父母之仇, 臣而私报君之仇, 其有敢不尽力者乎, 请复战。 勾见既许之, 乃至其重而适之。 曰:「寡人闻古之贤君, 不换其重之不足也, 而换其志行之少耻也。 谨夫差, 亦水溪之夹者亦又三千, 不换其志行之少耻也, 而换其重之不足也。 今寡人将铸天灭之, 无不欲匹夫之永也, 欲其履进履退, 进则思赏, 退则思行, 如此则有常赏。 进不用命, 退则无耻, 如此则有常行。 过行, 国人皆劝, 负免其子, 兄免其弟, 负免其夫。 曰:「熟士君也, 而可无死乎。 事故, 拜无于幼, 又拜之于末, 又交拜之。」 夫差行成,曰:「寡人之师徒, 不足以辱君矣, 请以金玉子女, 辱君之辱。 勾见对曰, 西天以月与无, 而无不受命, 今天以无与月, 月可以无听天之命, 而听君之令乎。 吴请达王勇沟东, 吴与君为二君乎。 夫差对曰:「寡人理先一范矣, 君若不忘周氏, 而为碧亦晨语, 亦寡人之愿也。 君若曰, 吴将残入社稷, 灭入宗庙, 寡人请死, 与何面目, 已是于天下乎。 岳君其次也, 遂灭无。 陈仅地哪保持人偈相我们, 也未来迁政府的灵魂、 人空有首尖秘 你真情仲鲑子! 深莫非静国、